各位觀眾朋友 你好歡迎光臨何故Cinema 本院嚴禁吸煙 請將你的手提電話轉為靜音模式 以免影響他人 請留意隨身貴重物品 請勿放置在走廊或空座位上 以免遭受財產損失 請勿對影片內容進行攝影或錄影 以免觸犯相關法例 何故Cinema 現在開始 今集的何故Cinema 我們訪問那時候的胡子彤 你好 你好何故 你為何無端端會變成歌手 你 不是 還不是歌手 因為剛好一套電影《Baby復仇記》 有一首策劃 很榮幸 小弟就有份去主唱和填詞 其實公司在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問我有沒有興趣嘗試唱歌 好像最初做演員的決定一樣 既然有機會就試一下 找了一些歌 聽完覺得那時候的demo 覺得挺有feel 不如試下去做 老闆又再說 不如你試一下自己填一些東西 一句好兩句好 讓監製和製作單位都知道 了解你多一點 所以就寫一寫一寫 整首歌詞都寫出來 你說的老闆是古老闆 不是 不是 我們經理人 Ronnie 哦 喂 那英師傅做監製 有什麼特別的指引給你 很安靜 英師傅份人很安靜 但是就很 很 很好 怎麼好 就是 因為我和英師傅其實也不算說很多 但是他很鼓勵我去放膽一點去做 給多點感情下去 或者是不要管別人 怎麼看你 做了自己最舒服 因為我叫做第一次入錄音室 因為那個感覺其實是很陌生的 很害怕出錯很多東西要考慮的時候 就會令到出來的結果 不是特別好 那麼在英師傅的叫做鼓勵之下 所以就會有一個 起碼令到我舒服一點 再加上你寫一作曲 他錄的時候他也有在現場 他也有給很多指導 所以很感謝兩位 是 喂 怎麼無端端寫了這一首詞出來呢 難道有什麼事衝擊了你 或者有什麼情況之下影響了你呢 其實 最初寫的時候 就是 因為這一首算是一些 一手慢一點的抒情歌 都不是算的 不是 是一手慢一點的抒情歌 那麼 最初 那麼寫一下寫一下 覺得 咦 不如把自己的畫面放進去吧 那放進去的時候 剛好 配合到 《逼如復仇記》的某些情節 所以就索性把這一首歌 放進去做《逼如復仇記》的插曲 那其實某程度是 自己某些階段的某些片段 放進去 放進去 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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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跳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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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寫了一首詞出來 那我想因為其實我填詞的同期 我是都在忙著拍兩套電影 那所以我想我寫的時候 其實可能真的一兩個星期就要交到功課 因為又在開著路火 又同時在開著BABY伏手機 那所以就在有空檔的時間就寫寫寫寫寫 可能我最記得有一個下午寫了半首歌 那我覺得自己也挺有興趣 而且原來靈感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斷就裝寫寫寫是真的 過程中有沒有向什麼朋友或者老師請教呢? 我想當然有一些難度在 我也有問過吳小謙的意見 因為我寫到七七八八八 竟然問吳兆天 因為其實他是看很多書的 他的文筆相對給我 應該怎樣都會好一點 所以他有給個懈意義的 先不要笑著 他也有給我兩三個意見 還有在創作的期間 我覺得最困難就是 首先要令到他有所謂的壓勻 再加上要令到每一層有推進 有推進之餘 還要是一個完整的故事補達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困難的 對 吳兆軒給你難笑 所以我沒有用到他那個 你不要用,用了害了你 對 其實多點想一下 原來他的創作方向和我的創作方向是有些不同的 對 我覺得聽多些意見會總會有幫助 可能我會不會寫其他搞笑的歌曲 不知道 我覺得會挺有趣的 對 那最老肚問 這首歌呢 創作了多久 你錄了一天 還是錄了很多次 還是怎樣 我想我們叫做錄了兩次 因為其實第一次錄是一個很rough的版本 讓我進去感受一下 原來入錄音質是這樣的 原來會聽得很清楚自己的聲音 有很多東西要處理 這樣 那到正式錄,我想就錄了 就是第二次了 對 大概是兩次 對 應該算是很快 其實我真的第一次錄過了 那我不知道那些快和慢的屏幕在哪裏 但是 我也有問過公司同事 或者問過 十一 他都說 正常 正常速度 就是 Touchwood 到來都 我最初都很怕會錄很久會影響到 花很多時間 不過就是OK的 原本這首歌不跟Baby復首相關 現在突然變成主題曲 你的感覺如何呢? 其實很開心的 因為自己畢竟有運動員 決定走去做演員 現在對 很享受很喜歡演員這個工作 當然如果突然之間 拍了那套電影 而你自己有份去唱那首主題曲 或者拆曲 是一件很特別的興奮的事 所以 很開心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可能往後 會不會有另一套自己主演的電影 是可以唱 主題曲呢? 因為畢竟這次也是 叫做插曲 如果是主題曲的話 就會更加開心 那會不會開始去計劃作為歌手的下一步 或者已經是有其他歌曲準備中呢? 我想 我想 我會 先去裝備自己 因為 經過這次的錄音 或者 聽多了很多人的意見 那我就很希望去 學 唱歌 去 去 看多些書 如果真的對寫詞有興趣的話 那 不要再找吳兆軒 OK OK 好 我想 這個是我會其中 有一個叫做歌手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 要是 先打好跟機 我不會抗拒的 但是 我也是覺得 做好跟機 機會來到 就會 好好把握 是 當時跟演員一樣 你不會有想過自己做演員 無所謂 所以慢慢慢慢走 發覺自己很喜歡 很享受 就會再去轉演 現在我就 OK 我覺得 可以試一下 做歌手 是什麼一回事 所以慢慢逐步逐步 裝備好自己 是的 我有一個問題很差 是 三個崗位給你選 運動員 演員和歌手 你最喜歡哪個崗位 嘻嘻 嘻 怎麼 要選一個 是不是最喜歡 沒有叫你放棄其他崗位 最喜歡 嗯 最喜歡 嘻 好難選 我先 我是不是很差 少少 哈哈 我先撇除了 因為歌手 我 未敢說自己是歌手 我先把歌手放在最尾 嗯 因為運動員 是我一個身份 我撇不掉 所以 你問我 我還是很享受 而是很 沒有後悔過做一個 在香港做一個彭球運動員 即使是這麼小眾 被人這麼 看不起 好 但是 因為我在運動身上 學了很多東西 嗯 才 促成或者是 令到我在演員上面 面對任何困難 嗯 面對有很多所謂的批評 不是 要去學會 怎樣面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 運動員和演員這個身份 嗯 分不開 我奸佬 不如這樣說 我說 運動員 演員 歌手 會不會接下來 會變成一個 我希望自己可以 一個全方位的藝人 嗯 即是 既然有這樣的機會 就去試試 能不能夠做到這件事 嗯 其實你在我眼中 就算你歌手 或者演員 都是一個運動員 都是有打不死的 精神的胡子彤 是的 這一節差不多了 下一節 我訪問另一個 你的身份 就是演員的身份 好啊 阿康蘭 你想不想打雙尾宵點嗎 想啊 怎麼才可以做到呢 嗯 機會來了 你只要呢 入些錢 那你進去 account那裡 就是 匯豐銀行 652-593-039-838 啊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啊 不是 匯豐銀行 652-593-039-838 593-039-838 咦 好像還可以PayPal入錢啊 是啊 所以你現在可以立即PayPal過數給我買包包啦 好 立即就去啦 好啊 好嗎 我們去看看 那麼既然還不讓人 該不會 好 你們有